好 那我們開始上課了 有聲音嗎? 好 那個 先問一下 上次上課 上一次上課 可能就是說 也許你沒有來 或者是你那時候還沒學到課 然後等於說第一堂課沒有聽到請舉手 我看一下大家有多少 喔 還不少 有一半 好 那可能 那請放下 恭喜你們誤入企圖 好 沒有啦 來 我希望各位選的這個課 是希望是你對這個課是有興趣的 好不好 那 上次上課我們有稍微講了一些規則 那這個規則 我再選 這堂課我不希望花太多時間重複講 那待會我會跟各位講 我們每一堂課都有錄語 所以上一次上課講的規則 我都有錄語了 而且錄語放上Model系統 已經放上Model系統第一週 各位有興趣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當然現在加退選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所以已經後悔來不及了 也都只能到期中考的時候再去推選 只有這樣子 那你選了之後 我就希望各位真的好好看待這個課程 因為這個課程 說好過也好過 說過好過也都好過 所以上次 我有講過說 上學期我大概當了一個班 大概六七十個 我當了二十個左右 所以希望 既然已經回不去了 大家就好好的把這個部分學起來 好 那我現在就先不講任何規則 我們先開始上課 來 我們今天的第一堂課 我們上次還沒有開始正式講正式的課程內容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正式講課程內容 方位辨認與英文基本常識 好 這一個呢 來了解一下 我們任星星主要是要幹什麼 那等一下會慢慢跟各位講 然後呢 這算是我們正式上有內容的第一堂課 所以呢 先送各位一首詩 就是杜甫的正位法主詩 有念過嗎 以前有念過這首詩嗎 還記得吧 那當然這首詩這麼多 我重點是在第一堂 人生不相見 動如生 這個念生 過一字要念生 不是參加的菜 動如生與傷 精細不和細 共此燈煮光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也是我第一次的 等於說我好像我們第一次見面了 所以呢 送給各位的一首詩就是說 我們彼此之間完全不認識的 人生不相見 我們平常都沒辦法碰到面的 就好像動如生與傷 身跟傷其實它指的是天上的兩顆星 一個 身以後我們這學期會教到 傷這學期也會教到 身呢指的是冬天的星座 獵戶座的肩膀有一顆星 叫做生 繡 繡 繡是住宿的樹 住一繡 然後把它發四聲 叫生繡 然後第四顆 一二三四 中文的四 繡繡 繡繡 是在獵戶座 冬天的星座 然後呢 山 是夏天的星座 天蠍座 天蠍座的心臟 天蠍座的心臟 它其實真正的中國心臟叫做 心臟的心 住宿的樹 念破一字 繡 心繡 然後一二三四個二 上一次上課已經有跟各位講 我們這一個課是非常辛苦的 辛苦的是你要背很多中國心 很辛苦的 每個心臟都不一樣 剛剛我說的是獵戶座 好 獵戶座 獵戶座裡面的那一顆 它的肩膀那一顆心 叫做 森球神 呃 好 那就 稍微 就簡單的看一下 好不好 大概 因為我剛才口頭 因為我也擔心是有些人看不到這個字 所以我剛才有稍微把一個字一個字 它是什麼字有講出來嗎 好 住宿的樹年破一字 天秀 然後呢 山 我講的是現在的叫做 天蝎座 然後記住喔 天蝎的蝎在天文只有這樣子寫喔 沒有那個欠字 考試寫那個欠我要算錯 天蝎座的心臟內顆心 心臟內顆心 心臟內顆心叫做 心 秀 耳 OK 好 所以呢 這堂課當中 那個 你別忘了 我們要認識很多星座 所以星座的名字 你要 第一個你要會認 第二個你要會寫 不要寫錯字 然後呢 有時候考試會考到 裡面的一顆一顆的星名 西名它有特別的名字 你要把它記下來 OK 尤其是特別亮的星星的西名 比較暗的星名我不會要各位記 然後也請各位注意 我的頭影片有一個特徵 只要是有標黃色的字 就是特別重要 要請各位要記下來 好 當然考試就會用到這些名字去考試的 要特別記住 然後呢 來這邊就講到 我們呢 過去都沒有見面過 人生不相見 我們以前都沒有碰到面過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 各位想想看啊 天上的星星 一個是 那個什麼 我說四季的星空 都在我們地球的周圍 有春夏秋冬四個星空 然後呢 冬天的星空 就是假設我舉個例子 獵戶座 假設在東方 地平 要準備升起的時候 天蠍座就會在西方的地平 準備落下去 好 一個要升起 一個就落下 然後當天蠍座已經到東邊的地平 要準備升起的時候 那個獵戶座又從西方的地平 要下去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星星 這兩個星星在不同 那個分別在兩個不同級別的星座 一個要起來 一個要下去 另外一個要起來 另外一個要下去 所以這兩個星星好像永遠 沒辦法碰到面一樣 所以呢 也就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面 就好像這兩個星星一樣 很難碰到面 好 那今天晚上是什麼樣的晚上呢 可以讓我們共聚一趟 共府燈燭光 大家共用這個燈光 所以說 我們今天吃什麼晚上 我們有這樣的緣分 還可以繼續相聚在一起 因為當時杜甫是寫給他一個友人之說 也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好朋友 為什麼平常沒辦法見到面 就好像這個 天上這兩顆星一樣 那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特別晚上 可以讓我們兩個可以共聚一趟 OK 好 所以呢 藉由這首詩 因為我們初見面 送給大家 也一方面點出了 我們今天主要的課程的東西 認識星空 你就要認識天上的星座 因為上面有星座 有名字 OK 好 所以了解了之後 我們開始囉 這個呢 我們上次已經有給各位 那個什麼 問過了 這個有問過了 那現在我就隨機抽問一下 隨機抽問一下 而且我上次講 我上一堂課 沒關係 反正 假設今天是你第一堂課 你就體驗一下吧 我說我通常假設 我要問問題的 我常常會抓 某一排的最後一個 所以各位做最後一個的 就要特別當心 如果最後一排到時候都沒做人 我就點到數第二個 OK 好 來 我們就從角落開始吧 來 這排最後一位 女生 來 這題答案應該是多少 東升西落 OK 那對了 也正好剛才 我在講的時候已經安時了 哪一個要從東邊升起的時候 另外一個要從西邊落下 好 星星的運行是東升西落 為什麼 上次也有解釋過了嗎 主要是因為地球 由西向東轉 所以天上的天體 我們在一個一天在觀察的過程當中 它都是東升西落 太陽是東升西落 月亮是東升西落 星星也是東升西落 OK 好 來 這當然就還沒教過 但是要詢問各位了 來 我就詢問 這第二排的最後一位 第二排的最後一位 後面還有一位 來 這一題你看一下 你覺得答案應該是多少 我們一般是如何從星空中來辨認北方 好 我們任星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辨別方位 辨別方位 我們知道北方在哪裡 以前在航行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北方在哪裡 我們才可以知道我們的船 現在是朝哪個方向走 晚上沒有太陽 你沒辦法根據太陽來 知道說哪個是東邊哪個是旗邊 現在在晚上我們就要靠星星 所以你知道 以你過去的經驗 或者是你過去沒有經驗的話 就用猜測 你覺得是哪一個 你看得到字嗎 你覺得是三 你覺得是三 春夏靠北斗七星 秋冬靠先後座遭北極星 答對了 不錯 很厲害嗎 以前有學過嗎 沒有 那你怎麼會想到用這個 猜的 猜的 那不錯 你的運氣很好 春夏靠北斗七星 秋冬靠先後座 先記住 好 因為 我要先講一個 北極星不是很亮 北極星那顆星不是很亮 所以請各位 以後 你想要展現給你的女朋友 或男朋友看的時候 要展現你的那個浪漫 你說 欸清空夏 最亮的那顆星就是北極星 那糟糕了 旁邊如果有人聽到 你馬上就過去給你那個指針 OK 因為北極星不是很亮 所以我們要靠它周圍的某些 比較亮的星星或星座 去找到北極星在哪 我們只要知道北極星在哪 那個地方就是北方 好 再來 我來問各位 假設我現在看到北極星在這個位置 那是不是 這個方向現在 各位看我不怒的方向 就是北方了 對不對 我現在以我為準 我這個地方 我的背後是北方 我的正前方是什麼方 南方 這比較沒有問題 現在 南的問題來了 我的左手 現在各位的右手 請問是哪一方 東方 認為是東方的請舉手 大概有一半 認為是西方的請舉手 好 質疑比較少 OK 答案就是 東方 我這裡沒有 答案就是東方 答案就是東方 好 我先教各位一個訣竅 因為這個東西 也跟風水有一點關係 各位 我們中國人都喜 我們中國人的風水 希望我們的房子是什麼 坐在北方 面向南方 坐北朝南 然後呢 在風水上 我們希望左左是什麼 右是什麼 對 左青龍 右白虎 對不對 然後前什麼 前豬雀 後玄武 對不對 左青龍 又白虎 前豬雀後玄武 然後各位 先跟各位講一下 天文上有所謂的 東方昌龍 南方 朱雀 西方 白虎 北方 玄武 是不是正好對應 前豬雀 後玄武 我現在面對的前方是 南方 前豬雀 南方 朱雀 後玄武 北方玄武 背後是不是北方 左青龍 東方昌龍 OK 了解嗎 所以左跟東 你就把它對應起來 那但是你要習慣 我的講法 就是說 我們中國人是坐北朝南 所以你就習慣是 裡面像南方的天空 背後是北方的天空 那你的左青龍 東方昌龍 其實就對應了 右白虎 西方白虎 就對應了 這樣各位就不會忘記了 可以嗎 有點困難 沒關係 這個 這個慢慢的我們 以後會陸續提到 甚至講到它裡面很多故事 來 下一題 請問以下的星星亮度 最亮的是哪一個 來我們 戴帽子的這一位好了 你覺得最亮的是哪一個 1是星等-4.8 2是-1.5 3是0.0 4是1.0 5是6.0 你覺得最亮的是哪一個 這五顆裡面最亮 我不是說 這是所有星星裡面最亮 我說這五顆裡面 這五個答案裡面 最亮的是哪一個 你認為是5 那當然是錯的 來 來 這位穿粉紅色衣服的 來 1 好 不錯 就想選極端的 答案就對了 星等 這個天文的星等很特別 星等代表它的亮度 就好像我們那個燈泡的燭光 幾燭光 可是燈泡的燭光 是數字越大越亮對不對 天文上的星等 就代表它的亮 還有星星的亮度 是反過來的 數字越小 越亮 數字越小越亮 小到負的越多 越亮 像我們天上最亮的東西是什麼 太陽 我們現在看到最亮的東西是太陽 太陽的亮度到達-26 -26等 那至於星等它是怎麼算的 到時候再跟各位講 它跟我們的燭光不一樣 燭光有點是等比 比如說 有點算是等差體數這樣子 有10燭光 20燭光 然後你可能就知道 20燭光可能比10燭光量個10倍 或者量個2倍 等等的這樣子 但是這個 這個不是一樣 它是用指數方的 你差一個星等 就會差個2.512倍 這個以後再講 好 來 我們先來看方位辨認 我們這堂課 別忘記了 最主要的主旨是 要各位 學會 聽聞基本常識 要對 不要講錯了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會認星座 兩個 這個課堂主要是希望 各位達成這個 那我們要認星座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變認方位 首先就是 先造北極星 但是因為北極星是2等星 誒 現在看到有一個不一樣 那個剛剛我們講到 星等 剛才就星等是-4.8 誒 那個是比較亮的 然後0等 誒 是稍微比較暗一點點 它是2等 數字又比較大一點了 它又更暗 所以北極星不是很亮的星星 所以我們需要利用其他的部分去找它 一個是春夏季的時候 利用大雄星座 它的背後有七顆星很像勺子一樣的 我們稱叫做北極星 來找北極星 誒 北極星 那北極星有看過 有在天上真的看過的請舉手 有沒有 誒 不錯 有3、4位有看過 OK 不錯很好 等一下我再會講故事 北極星 然後呢 另外呢 秋冬季就要靠的是先後座 為什麼秋冬季靠先後座呢 因為呢 北極星是比較不動的 它其實還是會動啦 就是我們在看到它天上 它也是會些微的動 但是不太明顯 但是其他的星座在它外圍 它會這樣也是會這樣走 然後北極星總會轉到地皮面下去 所以到秋冬的時候 北極星幾乎在我們觀察的時候 幾乎都在地皮面下 不容易觀察 但是先後座 秋冬的時候先後座已經上來了 所以我們就靠先後座 去找北極星 先後座的樣子是五顆星 長得很像W或M的形式 OK 所以我們現在讓各位來看一下 來 那個第一排的 可不可以幫我把那個燈全部關掉 好 那後面也幫我先關一下好不好 全關 好 請問各位有沒有看到七顆星 比較像勺子一樣的 你認為在畫面的上面下面左邊右邊還是中間 右邊 右邊 不錯大家都很厲害 來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不對 這七顆很像勺子 有人說有啊 中間也有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沒有 有看到吧 很像啊 也是啊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星座 中間這個星座 它不是北極其星 它是小熊星座 有一隻小熊在這地方 小熊星座 這一邊叫做大熊星座 這麼大 大熊星座有這麼大 各位隱約可以看到連線嗎 有嗎 隱約可以看到連線嗎 好 這個叫大熊星座 OK 大熊星座的這個 才是北極其星 那當然我們也有 有時候會俗稱小熊星座 這個叫做小北極 也可以 但是那個是比較 不是我們一般的稱呼 主要是大北極 來 後面的燈先幫我打開一下 好 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加分喔 我說只要 那個 不是選擇題的 我就有加分機會 然後加分是 總乘期加兩分 只要我問 如果你有回答得出來的話 來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講出 你的印象當中 你可不可以講出說 北斗七星這七顆星的中國星 有沒有人誰講得出來 你們都沒有看那個金庸小說嗎 來 好來試試看 有一個叫天旋 天旋 你覺得旋怎麼寫 有一個玉字邊 在一個旋轉的旋轉 OK 好不錯 我可以給你加一分 我現在都先講 那個先 你是加幾分 然後下課來 我們下課再一起來分期 好不好 所以你先記得你有一分 來 你看 後面倒數第二位 第一天旋 第二選 第三 第五天 第六 第六 他很厲害 馬上開始查 你是查 OK 所以我說課堂上 我允許各位滑手機 但是你滑的手機 如果是針對 跟課程有相關 你就賺到了 OK 你等一下 你還沒有講很完全 你說第一 天旋 對 第二選 不要講第二選 真正他名稱不叫第二選 天旋 天旋 對 天旋 天旋 雨河 太陽 遙光 很好 所以你就加兩分 雖然他 剛才那位同學 至少他 我們正課開始他第一個加分 雖然上週我們也有加一點分數 但是他比較有勇氣先舉手 那他加一分 但是你給你加兩分 來 天書 天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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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河 開陽遙光 最好 這個考試不會叫你把這七顆星寫出來 但是你總是 如果哪一天在跟人家講星星的時候 你能夠講出來 才代表你的專業好不好 天書 天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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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河 再來問一個問題 我的問題有時候跟天文知識不一定有關 有時候是你問你平常有多看書 你就會 來 看你有沒有多看金庸小說 金庸小說裡面有一個團體 曾經以這七顆星為他們的一個正式的 是哪一個團體 來 全真七子 不錯很好 全真七子 代表他有在看金庸小說 我跟各位講 真的我希望各位大學生 你真的如果沒有看過金庸小說 你真的是有點太遜了 這代表玩過頭了 真的有些書我覺得還不錯可以多看 金庸小說他當然不是完全是歷史 但是我會覺得 第一個他文筆很好 可以多看 我覺得那是很好的 金庸小說全真七子 好這樣就加兩分了 再來 請問他把他那個正式 把北斗基金用成他的一個正式 請問叫什麼正式 有沒有 北斗基金是絕對不對的 不錯 速度很快 很好 來 所以他又加兩分了 你看 欸 還有我要再講一下 上學期台北有一位同學 他的平常考試成績都很差 照理說他會被當 結果他就是因為加分 他的加分是什麼 我有講過我們的加分有好幾種 一也是課長的互動 還有一個是 如果你有去聽外面的天文演講 天文演講 但是我上次有說有條件的 你去聽天文的演講 第一個你還要跟主講者拍照 第二個你回來之後 你跟他拍照給我看之後 你跟我講他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我會開始丟問題給你 你要回答得出來 回答出來 我就加一分了 總成績加五分 結果你知道那個學生 他平常考試考不好 但是他光去聽那個演講 聽了八場 總成績加多少 四十分 所以他的期中期期末考 只要考到了總成績 只要能夠加到了二十分 他就過了 這學期就過了 但是你要想喔 他很積極實行這種方式 他可以過 但是班上為什麼還會當掉二十多個 嘿嘿 真的就是有些人 真的是可能是那個 沒興趣然後又不專心 OK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那早一點希望說他如果課中間 他覺得沒興趣趕快不要修了 我覺得那對他來講還是好事 然後還要撐到最後 然後又沒學到東西 我覺得那就是不好 好 天鋼肥斗陣我寫一下 天鋼肥斗陣 OK 天鋼肥斗陣 他是這樣寫的 這個念鋼 上面一個四下面一個陣 天鋼肥斗陣 不錯他已經加四分了 好透透 好 所以呢 還有 這個故事出自在哪一本 我們這個先不加分 這個是出自金庸的哪一本 蛤 色雕 其實不是色雕 是神雕俠侶 神雕 神雕俠侶呢 郭靖帶著那個什麼 楊過上山的時候 結果呢 全真妻子以為他是 可能誤闖誤誤的還是怎樣 然後全真妻子就擺這個天鋼肥斗陣 要對付這個郭靖 結果你知道郭靖呢 他也不知道 好巧不巧站到某個位置 就制住了這個天鋼肥斗陣 你知道他站住哪個位置嗎 就北極星的位置 就這個 北極星 我就直接講 先跟你講 是他 北極星是他 就是小熊星座的 尼巴末段這顆星 可是呢 先跟各位講 北極星不是真正的名字 它只是一個代名詞 真正那顆星的中國星名叫做 郭成一 這個名字就要記住了 郭成一 為什麼說北極星是一個代名詞 我要跟各位講 北極星會換人作 一段時間 大概兩三千年左右 就會換一個北極星 為什麼會換 以後會再慢慢跟各位講 這跟地球的自轉有關係 所以現在這個潮等 我們現在這一段時間 是他當北極星 因為我們地球的自轉中 比較朝向他 所以他感覺在天上 這顆星是比較不動的 他就當北極星 OK 所以他真正的中國星名叫郭成 欸 還有 取這麼奇怪的名字 什麼叫郭成 各位知道郭成是什麼 很奇怪的名字吧 我跟各位講 我先講一下 這一區 只要在北極星附近的這一區 中國來講 稱它叫做 以後我們也會慢慢講到 那附近的天區 我們稱為叫做 紫維園 欸 這個是不是有點跟紫維走速 有點關係的感覺 紫維圓 圓是城牆的意思 紫維圓 好 其實中國的這個地方 紫維圓 欸紫維的一 紫維圓就是 其實紫維董樹裡面 如果是紫維星 是不是也是代表比較好的星 然後呢 紫維圓就聽起來 是跟皇宮有點關係的 沒錯 這一區 就是 在那個什麼 那個北極星附近的這一區 其實就是指的 皇室的這一區 因為我舉個例子 這一顆星 叫做皇帝的帝 他的名字叫帝 所以叫帝星 下面這一顆叫太子 欸 這個名字不是跟 皇宮裡面的一些名稱 那個什麼有關係嗎 沒錯 這一區的都是 那構成就是皇宮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官 你知道什麼官嗎 皇帝每天晚上 要去靈性誰 哪一個公寓的時候 各位還記不記得他怎麼去 他怎麼去靈性 抽籤沒錯 就是抽籤 誰拿 誰拿來給他抽籤 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太監 或是一個拿著什麼 如果有看那個後宮徵環傳 是不是有一個人會拿一個盤子 然後上面有很多牌子 是蓋起來的 讓他隨便翻一個牌子是誰 他晚上就是要去靈性誰 欸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 這個舉動 為什麼我皇帝不能說我想要 想要 我喜歡三千宮女裡面 我特別喜歡哪一個 我今天晚上去跟 跟他睡不行嗎 你知道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規定 是要皇帝要翻牌的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我不能 隨心所欲我想要跟哪一個宮女 我就跟哪一個宮女 對 對 沒錯 生孩子的問題 今天如果這個宮女 假設他不能生產 可是我又特別喜歡這個宮女 那他永遠無後啊 那這個皇帝沒有後代他怎麼辦 不行的 到時候又 那個皇帝死掉之後 後面的繼承皇位的問題 那到時候會引起國家大亂 所以 他用翻牌就是讓你隨機的去弄 那今天這個勾成衣 他其實這個勾成的官 其實正確來講 他拿一個牌子來 不是皇帝說翻就翻 以前是皇帝要拿一個像釣竿一樣 然後就是 那個拿著牌子的人站得遠遠的 那皇帝拿著釣竿遠遠的 就這樣子 勾到哪一個 就他 是這樣子 不是隨心我看哪一個牌 看起來比較順遠 我來翻 叫什麼名字 不是喔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以後 那個什麼 每次那個太監 那個太監 如果要迎合皇帝的心意 他就可以把那個牌子 做得比較特別一點 讓皇帝直接看到就好 不行 他就要用那個 皇帝要勾出去 所以要把那個牌子勾起來的 所以那個官稱叫勾成官 勾成官 所以你看 他就在皇帝附近 這些名字 中國的命名是跟 跟那個 天上或那個 人間 有關係的 名字會在一起 OK 好 再問一下 我剛才講說先後座是五顆星 各位有沒有看到在哪裡 像A你的 或像Duck你的 在哪裡 左邊 左邊 這邊有五顆星 來 1 2 3 4 5 有沒有 像M或像W的 OK 當然 它上面也有每顆星 有每顆星的名字 這五顆星 不記得各位可以不用記 好 王良1 王良4 還有側 隔道2 隔道3 很奇怪的名字 跟各位講 這就是皇帝要出去的時候 王良 是春秋戰國時代很會駕馬車的一個馬車 馬車要走的道路 叫做隔道 馬 你要讓馬開始走的時候 一定要拿鞭子去測它 所以叫測 OK 所以 那個什麼 黃碧如果要出巡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出巡 有一個人駕馬車 那個馬車要走的道路 然後要行進的時候要測馬一下 所以這名字 是不是跟皇帝也都有關係 好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北斗七星這七顆星 我們怎麼去找北極星呢 就是第一顆跟第二顆 天蘇天玄 然後呢 天玄往天蘇的方向 然後這一段距離 延伸五倍長 延伸五倍長 就會找到北極星了 這是比較簡單 好 OK 第一顆第二顆 這個長度 然後第二顆往第一顆的方向 然後這個長度 延伸出去五倍長 從這裡開始算 從天蘇這個頭這樣開始算 五倍 一二三四五 五倍 找到北極星 OK 好 這是第一種做法 那如果今天是秋冬的時候 要靠先後座 要怎麼找呢 五顆星都要用到 仔細看比較複雜一點 五顆星都要用到 首先呢 王良一 往王良四的方向 延伸 反過來 隔到二往隔到三的方向 延伸 也是反過來 是不是交到一個虛擬的焦點 虛擬的焦點再往側的方向 一樣是這個長度 延伸五倍長 從側開始算五倍長 一樣是找到北極星 可以嗎 可以吧 好 有點累 聽到現在為止 覺得好辛苦喔 這個課好辛苦喔 好吧 來 我們講故事 講故事大家都愛聽了 來 剛才我們有三四位同學說 有看過北極星對不對 可是我跟各位講 會看北極星沒什麼了不起的 中國人 中國古代不喜歡看北極星 喜歡看南極六行 有沒有人知道或看過南極六行的請舉手 不錯厲害喔 那你的壽命應該很長 因為齁 我再問一下 在座是射手座的請舉手一下 舉手啊 來一二三四 四位舉手大家可以多看他們 多看的話也可以演演義手 OK好放下 為什麼呢 南斗六星就在人馬座上 也就是你們射手座 射手座就是人馬座 OK 南斗六星在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 可能是下禮拜或下下禮拜 才會開始教夏季星空 教你們辯論夏季星空 你們就會 夏季星空就有人馬座 到時候你們就會知道 好 因為中國古代不喜歡看北極七星的緣故 是因為北極七星是掌管死亡 中國不喜歡看死的東西 喜歡看能夠延延義手的南斗六星空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我現在接下來要講一個故事是 改壽命的故事 而且是南斗駐深北斗駐死的故事 各位猜猜看這個故事出自於哪一本書 有人已經看到我之前的頭影片了是嗎 OK 我剛才已經隱約聽到聲音了 只是沒舉手就沒辦法加分了 就三國演義沒錯 南斗駐深北斗駐死的故事 居然在三國演義裡面有寫到 而且各位小時候可能隱約聽過這個故事 可是居然不知道這個故事的完整的結果 甚至他居然出自三國演義 有看過三國演義的請舉手一下 不錯啊還不少 可能也看過電視劇吧 對不對有時候那個大陸拍的電視劇 都有看過 可是我跟各位講 你們大多數看的都是白話文 電視劇也是一樣 都會把不必要相關的東西給去掉 但是這個東西你要看的話 要看文言文版 可是文言文版不會太難 跟各位講 第六十九回 它的標題叫做 五周一乖 乖 什麼之雞 好來考各位一下 答對了又有加分 這個音怎麼念 五周一乖 乖 什麼之雞 陶漢這個五十四節 這是它的第六十九回的標題 不過 查到了各位可能也不知道它的評論 因為網路上很少會寫它的注意 哦 不一定哦 有時候會寫 但是查太久我就要講答案了 有沒有人知道 各 各 不對 有沒有 說不定你猜也被你猜對了 蛤 弱 不對 有 路 哎唷不錯你查得還真的夠快 哎唷 這手機不錯啊 手機打人到時候變成這門課可以通過這座而已 好 又再加兩分了 不錯 你看它這 你看這堂課已經加了六分了 你看 這個字念 路 馬路的路的音 管路 好 OK 這個管路呢 在三國演藝的故事裡面 它描述 等一下哦 它描述 這個管路這個人 上知天文下知地 還很會幫人家算命 它的能力其實可以跟恐龍相比 不過呢 各位看白話文故事裡面 大概不會提到它 為什麼呢 因為管路這個人 沒有影響三國的運勢 所以白話文通常會把它拿掉 有點可惜 其實它在這個故事 真的有興趣把那個白話文 那個文言文拿起來看 字都很容易懂 等一下我在講故事的當中 我多多少少會講一點 它的文言文是怎麼寫的 然後呢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人 主要齁 你要從大概六十八回前看起 六十八回的時候 那個曹操 被蜀漢的陣營裡面的一個人 一個巫師 給迷住了 迷了之後呢 有點心很煩悶 然後開始生病 結果後來那個什麼 曹操的身旁有一個大臣 叫做許之 許之呢 就來跟曹操推薦說 我可以找一個人來幫你医 可以治好你的病 然後他就介紹管路這個人 所以他這時候介紹這個人之後 才開始講管路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講到那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什麼呢 我們先把這個故事講完再下課 話說管路這個人 對不起我先打擦一下 今天我們不下課 有需要上洗手間 你就出去一下子就回來 好不好 中間不下課 然後我們就提早十分鐘下課 好不好 我就直接講下去 來 這個故事呢 就說呢 有一天管路走在田野之間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個年輕人在跟田 一直在那邊跟田 管路呢 就覺得這個年輕人看 一直看著他 就問他說 請問少年貴姓大名 今年貴更 欸 我這樣講的 各位聽得懂吧 貴姓大名今年貴更 文言文就超過這樣寫啊 然後呢 管路就說 我叫趙岩 今年十九歲 敢問先生為誰 然後那個管路就說 我叫管路 我看乳 乳就三點水一個女 乳梅間 有死氣 三日內必死 那就是可惜長得那麼帥 三日內必死 然後呢 這個管路就 趙岩就覺得說 這個人是誰啊 怎麼 怎麼 一來我也不認識你 你只跟我講說你是個管路 想說你 你不去好好算你的命 或者是你該去管你的馬路好了 你幹嘛來管我的事情 所以 他自己工作也沒有心情 就回去 回去 趙岩就跟他爸爸提起這件事情 說有一個叫做管路的人 給我算說 說我三日內必死 我覺得他真是晦氣 就這老 他的老爸 知道這個管路是非常 算命很厲害的人 趕快帶著這個照顏 追上了這個管路 然後呢追上了之後 這個父子就趕快 跪拜 跪拜這個照顏說 跪拜這個管路啦 說你既然知道我兒子三日內必死 你一定有解救的辦法吧 那管路就說 這是天機 不可 為也 違背的為 我不用寫了 違背的為 這是天機 不可 為也 意思知道嗎 就文言文啊 很清楚吧 這是天機 不可 然後這個爸爸呢 就覺得很傷心 一直在跪拜說 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了 如果他活不下去了 如果他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一直在哭著他跪拜 結果這個管路就覺得 這一對父子好可憐 就想說好吧 那這樣子 請趙岩 你明天準備酒跟鹿肉 往南山的方向走去 你會看到兩個老人在下棋 你什麼話都不要講 你就把你的酒跟鹿肉獻上 他自然就會幫你感受 所以呢 隔天趙岩果真就帶著這酒跟鹿肉 往南山的方向走去 走一走之後 看到一棵樹下 有兩個老人在下棋 一個坐在北方 穿白色衣服 全身白色衣服 面貌看起來很熟 一個坐在南邊 全身穿紅色衣服 然後面貌看起來很慈祥 就兩個老人在那邊下棋 下到非常的入民 趙岩已經走到他桌邊了 兩個老人都沒有發現 有人過來了 還在那邊下棋下得很開心 結果這個趙岩呢 就在桌旁把這個酒跟鹿肉 從桌邊送進去 這兩個老人是不是想想想想 欸 有酒跟肉 都以為是對方帶來的 就說啊 來來來來我們喝酒啊 吃肉啊 就這樣子 把酒跟肉都吃完了 吃完了之後 趙岩看到了之後 趕快在桌邊 開始跪下 一直拜 這時候兩個老人 才看 欸 怎麼有一個人在這邊跪拜 坐在北邊的老人 看到這個很神奇 此必管之所言 什麼意思 對 這一定是管路教你的吧 不錯啊 大家的文言文 底子不錯啊 所以各位可以來看一看 這個文言文寫得還不錯 就是說 此必管之所言 這一定是管路教你的對不對 就很生氣 坐在旁邊 那個 坐在另外一邊的 就是坐在哪邊的這個 紅色衣服面貌 可以叫慈祥 他就比較和好 就比較和矮一點 就說 唉 我們不要生氣啊 好 我們既用人之私 必當廉知 意思知道嗎 我們既用人之私 必當廉知 我們用了人家的好處了 我們一定要可憐可憐他嗎 幫他做一點事情 然後呢 坐在北邊的老人 就不太高興的 從衣服裡面 湊出了一本書 翻一翻之後就說 你叫趙岩 今年十九歲 十九是那個中文字的十九 不是阿拉伯歲是嗎 那個中文字的十九 你叫趙岩 今年十九歲 你當該死 好吧 我們就在你的十九的上方 加上一個九 可是呢 加這個九 你不是坐在北邊的老人 他就把北邊這個老人 就把這本本子交給南邊的老人 南邊的老人 就從他衣服裡面 抽出一支筆 在那個十九的上方 添加一個九 加完了之後 就跟趙岩講說 你回去跟管路說 以後不要再隨便洩露天積 否則必遭恨禍 兩個老人 就變成兩隻百合 就飛走了 這個管路 趙岩在旁邊看 怎麼忍 就變成兩隻百合飛走了 嚇到了 趕快跑回家 跑回家之後 就跟管路提起這件事情說 看到這怎麼會有兩個老人 那個什麼 那個化成兩隻百合飛走了 然後嚇死我了 結果管路就跟他講說 坐在南邊 全身紅色衣服 面貌慈祥這個人 他就是南斗老人 南斗老人 坐在北邊 全身白色衣服 然後面貌兇惡的 他就是北斗老人 所以他當時講了八個字 南斗住神 北斗住死 所以這個故事的原油 居然是出自三國演義 這邊再給各位小小的一個提示 另外還有其實還有一個作品 另外一本書也提到這個故事 是在晉曹出的一本書 叫做《搜神記》 搜神記裡面記載了那個人名 其實很類似 但是有點不一樣 也叫管路 另外一個人 不叫趙岩 叫岩巢 都有提到這個故事 OK 所以各位有機會 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也稍微 那個暫停一下下 幫我錄音的先停一下